我人沒有三人也是 有很多村人的家裡 也沒有什麼收窮 也沒有說 最早有市民的破壞 沒有什麼東西 透過座談會 筍農們得以表達長久以來的心聲 因祖先輩就有挖筍的習俗 但隨著時代變遷 土地化為林務局所管轄的林班地 居民採收筍子時 總不免遭到巡山人員的勸阻或取締 筍子去採筍一年四過 也都扣筍子先挖 在傾聽民意後 議員張志明特別申請辦理座談會 讓林務局與地方能面對面溝通 雙方共同討論適合的做法 今年就請林務局進入 福度孫農的採收 不用孫農 還有萬歲 萬歲萬歲萬歲 萬歲不適當的 我們今年把福度市 申請去 不要動不動就說 要跟三百年會怕到 今年我們來福度申請去 我們利用今年的時間 經過此次會談 南投領館處人員也承諾 會將居民的想法 待會林務局做研議 依據林務局的法令規定 擅自在林地內採集竹筍 或做經營的一些行為 它是觸犯森林法的 依據法令規定 我們還是要依法來行事 但是筍農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的長期以來 他們的傳統就是可以 在林地內去採這些竹筍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報請上級我們的單位 來做一個研議 看能不能說有一個辦法 林務局的規範 雖是為了保護自然林象 然而竹筍是主山代表性作物 筍農採收權益 應受到適度維護 議長和順風 判林務局能盡早 一定適合辦法 讓靠山赤山的損農可以安心 民意選擇重新宜 竹三採訪報導